国道游览车翻覆意外后 为了避免驾驶人员疲劳超时工作 交通部提出新措施 包含要全面检讨一日有产品 并规划要有替代驾驶等方针 但业者却认为这致来难行 如果要用双驾驶 那等于就几乎就多了 起码多了三分之一出来 多一半出来 因为有一些 那所以说我们觉得说 台湾福源这么小 有需要这样子吗 你一天的都已经下架了 长途的下架了 改为两天一夜 那就一个驾驶就够了 真正用到双驾驶 应该只有在环岛那方面才会用到 陈日中表示车祸鉴定结果还没有出炉 因此造势原因不应该全部怪到 业者驾驶身上 至于在老车检验方面 应该是要给予18年以上老车补助包费 让老车退场才是根本 也有学者认为 可以从驾驶人员的能力部分进行检讨 我们似乎应该效法航空公司 跟一个驾驶人员的能力分级 然后来根据他比如说 比较接近正驾驶的能力跟体能的 我们容许他比较高的一个 每天的一个行驶的里程数 我们最担心的时候 很多那种地方是规模小的 经营不善的或太多考量自己的 我们可能就必须用比较严格的方法 来规范他们每天的工作时数 跟他们的里程数 学者表示 按照驾驶人员的能力不同 给予不同里程数的行驶上限 是可行的方向 而针对替代驾驶部分 应该不是一车同时有两人在轮流 而是在定点定时找人换手 西部规划还有待讨论 记者综合报导